刚才有同学问了一些问题 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均匀收敛是在整个实现上面的 我们刚才几个例子都是有限的区间 那无穷的区间事实上也有 整个实现也有 当然就会难一些了 如果我们一个FN都是有界的话 那这个机会就比较大 譬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n分之1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1 2分1 3分1 4分1 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常数函数 那你的 当然收敛到0 而且这个收敛是跟哪一个点的值都没有关系 这个很明显 那另外一个 这个不是常数的 是sine x除以n 甚至是说我可以复杂一点 sine nx除以n 那是我们每一次都会震荡 那但是我又除n 所以说第一个当然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般的三函数 那第二个呢 是它是 就是一般 而且呢震荡的粗度呢 又更快 是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 震荡的更厉害 但是呢 那个所谓的波度 它的那个范围呢 又更窄 那无论如何 你这个fn呢 你这个r 你这个fnx呢 是sine nx除以n 它的绝对值就小于n分之一 我一个 因为你sine nx呢 怎么样都小于1 那之后呢 就标准的 那个估计了 就跟完全是跟x无关的 那所以呢 这两个例子都会是在 对每一个任意合的时数 无论是正还是负 都会是越来越小 那就是converse to 0 uniform to 0 你会说 好像都是用0 0是最简单的一个收敛 事实上 你想一想 如果我有一个 固定一个函数 我考量这个函数 再加这个fn 那你扣掉以后呢 也是越来越小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可以任何一个 复杂的函数固定了 然后将这个固定的函数呢 加上这个fn 那就是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复杂的函数 那当n大的时候呢 这个加上的部分呢 是去向0 均匀的去向0 所以整个函数来说 跟这个f的函数来说 也是整个函数来说 这样子的一个sequence 我叫做gn 这个gn当然是 均匀的收敛到小f 对不对 所以0是 我们实际上 现在是简化了整个问题 那将来你们要碰到的 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函数f 我这个呢 我们知道是一个所谓的干扰 我们这个函数给它干扰 适当的干扰呢 这个均匀收敛呢 还是会对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好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这一部分呢 事实上最重要的定理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在这里了 我们想做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每一个fn都连续 它均匀收敛到这个小f 这个小f都要连续 如果每一个fn都是可积 它收敛到这个小f 小f也要可积 那这个就是我的定理5.6所说的 那具体来说 在一个点上面 每一个fn是连续 那给定了 它是均匀收敛到f 在这个i上面 那我都要连续 我的b部分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每一个fn是可积 在i上面是可积 则f也是可积 而且呢 这个也是有用的 是这个积分呢 是等于各自的积分 的limit 那当你积分了以后呢 事实上这个是一个数列 所以fn收敛到f均匀的 如果pointwise的话呢 是有反例的 我们上星期已经 上星期四的时候 已经给了反例了 那 我们的 但是如果你均匀的话呢 你这个积分出来的这个数列 就一定是收敛到这个f的相关的数列 事实上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 这个均匀收敛这个事情 那他们给出一些好处 那因为呢 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你下学期要开 文方程呢 或者是有一些纪律的问题 我们这个f呢 可能也不清楚 它是长怎么样子的 它就是某一些fn的limit 那但是fn是好的 所以呢 我知道f是 也是好的 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 而且这些例子呢 等于会 在下一节里边呢 我们要用的 密集数的时候会要用的 那 好 我就来证明 那这个证明呢 当然有一个图画的 是说 我现在呢 是均匀 那刚才 按照我的图画呢 就是 我有一个带子 那 我的x0 是在这里 那 我的希望就是 只要我的x 接近我的x0的时候呢 我的函数值的差异 也是可以很小 那 相当于就是 我要测量 这个差异 那这个x0 是不是保证小呢 大概是的 因为呢 我有一个fn 在这里 这个是我的小f fn是连续的 所以呢 小f呢 现在是 这个差异 我 简单来说 我是这样子的 我先 我要算这个差异 事实上是 要算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 当然 不会超过 我要算那个y方面的差异 这个有点不大对 但是呢 大家等会看看那个证明就知道 不大对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要算这个差异 这个不完全是我们的 我实际上要算的函数值的差异 我要算这个差异 我们看看 我就可以通过 它跟这个x啊 跟这个fn的x 这个差异 然后 通过这个fn fn是连续的 它跟这个差异应该是 跟fnx0啊 那个差异应该小 然后再回来 我要测量这两点的函数值的差异 我是 我是加两个点进去 那这样这个差异呢 就不会超过这三个差异 总长度的和 那这个图呢 不完全是可以 表示我们的运算 但是有那个味道在里边 而 每一个这两个差异 都可以控制的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均匀 我这个x呢 是任意的 在这里每个点呢 都是好 那均匀收敛呢 就 帮助到我们 可以 做到这些估计 那 所以 x0呢 是 那就是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零 首先呢 我说有这样子的一个fn 我就存在一个n 使得呢 三分之epsilon 为什么是三分之epsilon 因为我要将这个epsilon分析开三分 那我这里有一分 那特别的话呢 我这个小n 我不取那个 我固定了 给定了epsilon 我只有这样子的大n 我就特别取这个 这个f的大n 这个大n 它是在每一点都是连续的 不是每一点 对不起 它是在x0这个点呢 是连续的 所以呢 我就有 这个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epsilon呢 我就找到 这样子的一个delta 使得 只要x在i里边 x跟x0距离小于delta的话呢 我的fnx呢 就跟fn的x0呢 距离小于 也是三分之epsilon 那这个就是两个 两个小步骤 那我最后这个步骤呢 就开始来了 我已经是 设定了这样子的一个delta 这个fn给我一个delta 那我要证明 f10连续 所以呢 给定了 任意的一个epsilon 我就找到一个delta 所以 只要x在i里边 然后x跟x0 距离小于delta 我要看 fx跟fx0 是什么东西 我们所谓的 加一项减一项 就是刚才的那个图 我的fx呢 我先给它串起来 跟fnx串起来 大概就是这一段 然后再加fnx 减掉fnx0 应该是这两点的垂直的差异 然后再加fnx0 减掉fnx sorry 是fx0 所以首尾呢 是一样的 就是这一块 然后 我扣掉fnx 加fnx 再扣掉fnx0 加fnx0 就是这样 所谓的 加一项 减一项 将一块东西 我事实上呢 是分成三块 然后 它的绝对值 就小于等于 各自的绝对值相加 三角不等式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做这些 limit之类的 这些运算里边 然后 好了 每一块是怎么样子 fn是连续的 fnx加fnx0 减fnx0 就是这一块 刚才已经说了 它是小于 三分之epsilon 然后 另外那两个呢 是f跟fn 在不同点的 差异 而 这里前面呢 讲了 就是 我这里还要强调 是 这里呢 是 我要插掉这个 强调什么 强调是 它是对每一个x 在i里边 都要成立的 这句话 这个是均匀收敛的 这个重要的 一个点 那 现在x 满足这个条件 无论如何 x跟x0 都是在i里边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差异 同样点 f跟fn的差异 都是 小于 三分之epsilon 那 合起来 就是 一个epsilon 我们就是一个 所以 因为这个均匀收敛 我们就做到了 所以 任意的epsilon 大于零 我都有一个delta x在i里边 跟x0 距离小于delta 这个delta 就是说 xn 哪里来的 那 我就 这个东西 就小于 epsilon 因此呢 我就有 f是 continuous at x0 那就 完成了我 a部分的 证明 有没有问题 b部分 图画当然 也是非常清楚的 你 f是 这样子 你的fn啊 你的fn是在附近 它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 当 然后它的面积 跟这个f的面积 不是也是很接近吗 就是很接近吗 那 那我的epsilon 越说越窄 越说越窄 那就 最后呢 就是要说它是 是 收敛 所以 也是 首先呢 要讲这个 integrable 这个证明了 比刚才的 那个a部分 要来长一点点 那 我们要 要弄它是可击 这个东西是 你必然要 要先变的 它f呢 是 那个可击性 我们是要 要先辩论的 在你们 今天发回来的作业 最后一题也是 我们需要讨论这些东西 要 要 要注意的 我这里的fn 没有假设它是连续 我只是它是可击 可击可以弱一点条件 也是对的 那 那这个可击 一个 简单的 简单的判别法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可击性判别法 integrability criteria 是我们的 omega fp呢 是可以认一下 upper sum 减弱 sum 可以认一下 是这样子 首先呢 我先 对于所有的eps 我找到一个n 使得n以后呢 我的fn呢 是 我这里呢 凑一点 多一点的东西 是 所谓的b-a b-a就是我的 这个i的长度 是follow a x in i 这个是绝对小于 好不好 这句话呢 相当于就是 我的 fx呢 是小于 fnx 加上 四分之b-a 这里是 fnx呢 fnx呢 扣掉 epsilon的 四分之 四比解那一分之epsilon 这个不等号呢 我叫e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要给出的估计 特别的话呢 我的小n就是对大n来说 我的小n就取上就是这个大n 大n是 大n是 f大n是 可积的 所以 我就知道 它的所谓的 omega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零 你当然也可以用limit来看 但是 intergravity criterion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去处理 那我就找到一个partition p on i 是的 就是这个omega的fnp 它是等于什么 upper sum 扣掉 弱 sum 是小于 epsilon 我要二分之epsilon 这样子就够了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去算那个fp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我当然要利用利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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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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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fnp 哦 大家来看一看 我的 我的 哦 米格的fp 对于同样的partition 我作用在这个f里边 那 它是等于相关的upper sum 减去弱 sum 那这边我不写了 我就说 它是小于等于 那个m的 mi的f 扣掉 m 小mi 它是大mi的delta xi 再减掉 小mi的 我这里写上就是delta xi 是这样 哦 i是从1到 我叫做n 好 这个就是upper sum 减去弱 sum 哦 那换句话说 它是等于 是等于 是等于这个 哦 这个当然也是 很清楚的 哦 那 大mi是什么 大mi是 是of f呢 是等于 在这个xi i-1跟xi之间的 这个小区间 f的 这个所谓的supremum of fx 哦 那 fx的 i里边 哦 小mi呢 是infremum of fx 在i里边 那这些supremum 跟infremum 都可以用 那些x的点呢 去逼近的 我们都知道 那现在呢 一告诉我们呢 就是 每一个fx呢 它怎么样都不会超过 这个 所谓的 fnx 再加一个固定的值 一个固定的 4b-a分之eps 那 所以 我这个大mi呢 当然是小于 大mi 的fn 它是 一些fx的估计 而fx呢 是小于这个 所以呢 是 是这样子 再加 4个b-a OK 那小mi呢 却比 这个大 那所以呢 就是扣掉 小mi 这个fn 我这边 我还是擦掉它 那然后 它还有一块 那 无论如何 你大的减小的话呢 事实上 就是两倍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2 整个 delta xi i 是从1到n 这里 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 这两个相减 相当于就是 它的上界 扣掉它的下界 那 上界这边呢 是毕竟就是我的 我的 大mi fn 下界就是 小fn fn 那其他呢 就是固定的 两个常数 那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等式 那就 就差不多了 怎么说 差不多 因为 你这块 大mi 小mi 当然就是 等于 我的 小于等于 omega的 fn 跟p 再乘以 再加起来 那剩下来的 那个步骤 是哪里呢 就是 ε2 b-a 这个是个常数 这个是个常数 然后呢 这个球核 乘以deltaxi的一个球核 deltaxi的整个核呢 就是b-a 你约掉的话呢 就是erven g epsilon OK 就是erven g epsilon 那就 就完了 为什么 因为 我这个叫1 这个叫2 2就是 已经说明了 那个 fn的 这个omega呢 是小于erven g epsilon 然后再加erven g epsilon 就是 整个 就是epsilon 那 所以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就是 随便给一个epsilon 我找到一个partition 这个partition是 f大n来的 然后 我的 omega fp 绝对小于epsilon 因此呢 我的f呢 是 indegrable 好 那这个是我的 事实上是我的第一步 有了这一步以后呢 情况就简单了 我们还有第二个部分 就是 它的limit 这个sequence 跟这个 是 小 是 可以任意小 这两个sequence 就可以任意小 那 这个当然是对的 所以 这个是第二步 我要说 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个trick呢 是 是这样子 那个trick就是 我们的 所以 我们看这个 所以 我要说 这两个积分的差异 任意小 这两个积分的差异 就是这个 我后面的 那个什么 xdx的 那个东西呢 我就不写了 那 这个差异 我先给它简化 是等于这个差异 所以 这个差异 绝对值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就等于 这个东西 小于等于 函数的积分 任何一个函数的积分 绝对值 是小于等于 它绝对值的积分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 上一章的 一个定理 所以 这里呢 我可以仔细写一写 这个x是什么 dx 所以只要我这里呢 控制的它够小的话呢 每一个东西都够小的话 是一个常数 小于一个常数呢 我就可以下去 是怎么样子了 所以上面的我留空 就是为了去 做一个开场白 就是我们有一个n 譬如说 我希望 对于每一个x来说 它的差异就是这个 好不好 它的差异就是这个 那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这个fn的积分 跟这个f的积分 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估计 然后呢 里边的 按照我现在这个要求呢 它是小于 epsilon的b-a 而这个是个常数 这是个常数 它的积分 那积出来呢 就是这个 这样子就有 这里还是小心一点 这个是可能会相等的 这样子吧 我用一半好了 那这里一半 那就是这样子 就绝对小于epsilon 就OK了 OK 因此呢 我就有呢 就是 f的积分 事实上就是 fn的积分 的limit 这个就是我们要 要做的 那 我这里上面的 这个均匀收敛的 这个估计 事实上可以原用 我第一步的 这个估计 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更细的 更小的一个估计 反正都 都OK 最主要就是这些 这些积分的 不等号的 一些运算 好 那 所以连续 fn 如果是均匀收敛的话 fn连续 f就连续 fn是可积 f也可积 而且这个积分 就是各自的积分的limit 非常好 那 接下来 fn如果可为 是不是imply f可为 好 当然我更希望就是说 这个维分就是fn的 微分的limit 那 如果它有均匀收敛的结果 那结果呢 不对的 这个答案是 no 我们举一个例子 是怎么样 我的fn就是刚才所给的 n分之三nx 那 这个 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分子呢 事实上是 绝对小于1 小于等于1 所以呢 这个是去向0 uniformly 整个实现 都对 然后 0的微分 当然是可为 都是0 可是呢 我们就有呢 就是fn' 它的微分 f 它的微分 是 这个例子呢 很清楚是 fn'呢 是等于什么 是 我说chain rule呢 就是ncosnx 除以n 它是等于cosnx来的 而cosnx呢 就不会是收敛到 0的积分 cosnx就是 都是-1到1 震荡的东西 你就是越来越 震荡越来越密 就是没有什么 收敛性的 起码不会收敛到0 那所以 我们的question呢 事实上可以这样子看 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fn是可为 如果它可为的话 f是可为 而且 我的f'呢 就是等于limit的 fn' 那这个例子 能够说明是 它是收敛到0 那 在这个例子来说 它是可为的 可是呢 就是 这个为分呢 就没有这个limit OK 为分就是没有这个limit 那我们还会有例子呢 是说 它均匀收敛 是 连 可为这个东西呢 都 不见得会 成立的 可为这个东西 不见得会成立的 那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看 就是 我们这个均匀收敛呢 这个f是好的 可是这个fn呢 可以是 可以很接近 可是呢 它的微分呢 可以是很糟糕的 每一个 越来震动的越厉害 但是呢 幅度呢 可以很小 但是 你讲微分的时候 它可以还蛮大的 你用微分来看 它还可以是蛮大的 那 现在这个例子 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微分呢 这个白色的 这个底线 当然也算是光滑 它是可为 可是呢 不见得是 那个fn微分的limit 会是这个样子 那 甚至是说 我们会有一些例子呢 去说明 就是说 fn可为 可是f却不可为 也会有的 那 但是呢 也很幸运 我们呢 可以补救一下 加一点条件进去呢 这个东西是 还是对的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定理 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定理 就是i是一个 开区间 f呢 n跟f呢 都是i去r 如果 如果 每一个fn是ce 然后fn呢 去向f 我不需要均匀 pointwise就好了 但是呢 我要求多一个条件 最主要是 这个多一个条件 就是fn' 它也要收敛 是uniformly 它收敛到什么 它收敛到某一个g 这个g是什么函数 我不知道 on i for some g 我应该这样子说 这个第三个呢 是存在一个g函数 使得 它是均匀收敛的 则 则是什么 我的f呢 是可为 是ce and f'呢 正好等于g 换句话说 它就是等于 limit of fn' 那我们就需要 多一个条件 那事实上 需要多一个条件 那去保证 它的 微分度 而且呢 这个微分呢 是一个limit来的 那这个证明呢 也不难 也蛮简单的 就是维基分基本定理 事实上是用到 就是刚才的那个b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看 fn'呢 是收敛到g uniform 而且每一个 每一个fn'呢 是连续的 它是ce的 那因此呢 刚才的 5.6a g呢 也是连续的 这个是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利用刚才的b部分 g的积分 从a到 我说从x followx在i里边 我应该这样子说 我fix呢 x0在i里边 然后 其他的任何一个x 我考虑就是 g从x0到x的积分 那 它一定是等于 我的 这个fn' prime 到x0到x的积分 是不是 它是它的limit 它的积分 它一定是可积的 而且呢 它的积分就是fn' 这个积分的limit 是这样 可是呢 我这个积分 利用这个 微积分基本定理 我知道就是 它是等于 就是fn的x 扣掉fn的x0 然后 take limit以后 这个就是等于 fx 扣掉fx0 我就得出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所以呢 这个积分 只要等于fx 减掉fx0 而g是连续的 所以 这个 微积分基本定理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第一条 连续函数 先g再为 得回自己 先g 就可以可为 就是可为的 而且它的微分呢 就等于自己 所以 我 对于 这个 积分呢 就是等于 gx 这样子的一个微分 就是回到gx 可是右边 就表示说 右边也是可为哦 右边也是可为 它就等于f' 而这个是个常数 我就得出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 这个就是我们定理的结论 f'是等于g 而g是连续的 g是连续的 g是连续的 所以f是c1 然后 然后 它的 它的微分是等于g 那整个证明的trick呢 事实上就是用f'来做 fm'来做 fm'是均匀收敛 所以呢 它的积分 我们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 就是 套回是等于这个小f 那 然后 微积分基本定理呢 就告诉我们就是 你的小f 既然是等于这样子的积分的话呢 我就是 它就是可为 而且微分是等于g 那 我们是有效利用了前面的a跟b 那就是 做出来这样子一个定理 ok 所以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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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fm均匀收敛到f 然后 我们对它的微分呢 不能做什么 我们要用fm' 如果它均匀收敛的话呢 这个g 就一定就是f的微分 而且f就是可为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 今天的第二个定理 ok 我大概 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些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均匀 均匀收敛呢 今天就结束的了 下星期我们回来呢 我们进去就是说 最后那个部分 就是密集数 我们会利用前面的 这些均匀收敛的帮忙 去了解这个密集数 好 我们下课 好 新年快乐